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猪仔很少介绍全金色的手标 今天猪仔忍不住介绍全金色的手标 真是很漂亮 这款復古的东方三星 猪仔只有一款验货就是这个 没办法 因为现在市面都很少了 但B仔也在努力找回来 先介绍一只东方三星给大家看 回到正面 颜色很特别 今天第三只介绍的手标 就是一只东方双丝蜜头标准 12点位置就是一个大标准的双丝蜜头 然后就是另外就是有一个 你看到有一个 六点位置那里有三星的 三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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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的 字钉 在下面写着Crystal 21石 21Jerries 很漂亮的复古 很渐变啡 由啡渐变金的颜色 你看到是 那有没有夜光 一只复古的手标 通常都没有夜光 但这一只有夜光 大家看看 时分针加上黑度前面的点点 都是有夜光的 前面有一粒粒很饱满的点点夜光 大家看到吗 在标面那里 再加上很特别的 除了一个双丝蜜头标准 是一个金色的字钉 特质很漂亮之外 它还有一个黑度 后面有一个圆形珠 凸起的装饰之外 后面还有一个正方形的黑度 都是做了字钉 都是特质的 打側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特质的 很漂亮的 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很漂亮 这个组织很漂亮 这个组织就是一只 一只 一只复古的机械 金色的复古机械 标壳位置就是 一个 标 圈的位置 就是一只不手钢的金色标圈 做了光身的处理 而标脚位置 做了一个拉斯的不手钢 一个拉斯的不手钢 这个就是小标面 真的很复古 尺寸39.4M 而厚度是16mm的厚度 标脚位置做了拉丝 旁边做了一行拋缸 最旁边做了一个打直的拉丝花纹 正常拉丝就是这个方向 但这个做了打直的拉丝花纹 很薄的厚度 一只机械但没有手上发条 这是什么机心 大家少听点 F4902的机心 而机心的动力处能是40小时 标准不差值是正25-15 和F6一样 21,600震频 21个Jerris 这只机械先试一下 有没有停秒功能 它做了拉推罐 因为50米防水没有做到螺丝花 没有停秒功能 这些旧装的标都是没有停秒功能 向下转动就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手感很好 估不到起出望外 就是很实正的 有点阻力的 半个就教日力 一颗就教时间 半个教日力很大声 向下转动 27,28,29,30 今天3号 很大声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看星期日 这样 这样 可以 这些锅带 锅带 位置 都是一条不售铐铺铺 拉丝针炮钢 拉丝针炮钢 都有些带的花纹 做了一个薄薄的不手钢片带 标购位置看看旧装的三星Orient是怎样做的 这个很长 有很多颗尾条 1 2 3 4 5 6 7 颗尾条 做了拉斯的不手钢 这里也有一个食黑的Orient 你看到Orient的字样中间有斜纹的条纸 斜纹的条纸 一个Orient双丝的名字 标带方面也是薄桥 没有做到口桥 旧装的Orient三星 标底方面大家看看 标底是一个螺旋式陷入的不手钢标底 做了拉斯花纹 日本机芯也是写着的 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标径方面是39.4mm 40mm不到的 小标面 厚度是16mm 朱仔带上手给大家看看 很复古的 金色 漸变啡标面 的Orient 如果大家喜欢这只标的标迷就听着了 只有一只现货 看看谁有缘分 728元 728元 朱仔推介 728元 如果有兴趣标迷就可以 WhatsApp给朱仔 在内容下方有朱仔的WhatsApp 甚至乎打给朱仔 可以 如果你喜欢朱仔这个推介 就 给个赞 朱仔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会更 找更多好标介绍给你们 如果你 喜欢日本手标推介的频道 可以订阅朱仔的频道 按下方标 下次再有新标出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你 其实真的很美 看看 它是一个方形的 有些切角的黑度 再配搭了三点位置 星期日力枪 白盘黑字 方形的 这个边框 金色边框 它果然不是做 椭圆的 这个 不是做圆角 做方角 不过有颗三星的 印象在 挺特别的 OK 好 喜欢这只标的 728元 尽快找我 只有一只现货 有块原装 下巴说明书 好 多谢